搭火車女乘客露出細白眉腿 前座黑衣男往後好像發現了什麼 先看腿再看臉 斜眼偷瞄 讓眉腿女乘客感覺不舒服 拍影片搜證 但還沒完 黑衣男戴完耳機 眼神又飄過來 假裝整理真偷瞄 以為做好就沒事了 黑衣男卻斜眼偷瞄 眼神恐怖 頭越轉越過來 太入迷還不小心跟女乘客對到眼 強妝沒事 透過座位縫隙露出眼睛 狂瞄大腿 起身走掉 對 然後或者是去找 列車掌 我覺得他還會持續在做 他沒有在 透瞄我很重要的注意的話 我會選擇不去理會他這樣 事發在九號上午 一般從台南到高雄的台鐵列車 遇到恐怖眼神騷擾 男子雖然沒有動手動腳 但卻用眼神冒犯女乘客 在以前沒有證據 可以依照性騷擾防治法 向列車掌反應 或者是向警察機關提出 性騷擾申訴 遇到恐怖偷瞄男 拿手機錄影 男子卻越看越大膽 看到眉腿賞心悅目 但不禮貌盯著狂瞄 讓人不舒服 已經構成騷擾 記者賴冠章 郭怡貞 台南報導 家門前監視器拍下一名身材 壯碩的黑衣男子 伸手直接想開門 居然是要借錢 開口就說是男屋主的同學 套關係要騙女子開門 陌生人闖進家門 狗狗瘋狂吼叫 他有想要開門的意思 怎麼有詭異男子想開門又要錢 事發在十二號 女屋主害怕PO網 貼醒屏東言譜的鄉親注意 同一天已經有人受害 我那時候錢都放在這裡 這裡嗎 對 他就站在這裡 把我弄了 疑似是同一名男子 被肌肉貪傷控訴偷錢 監視器拍下犯案過程 男子伸手絞動放錢的盒子 避開零錢只偷鈔票 當地居民被男子困擾超久 每次都被用不同借口借錢 這次沒借到居然動手偷 曾經跟我借過錢 但是我沒有借他 照得了 那個 男子已經被鎖定 細查發現還有錢科 到處開門借錢 手腳不乾淨 讓當地居民好頭痛 記者張春華 葉正雲 郭宜貞 屏東報導 我現在已經跟你說 我很不舒服了 你不舒服就不舒服 阿琳 你今天錄影 我們會殺啊 不是讓你很可怕啊 因為我們沒有正正跟你講啊 我上次經過 我很多次經過的時候 都已經有人跟我說 拜拜 我就已經說我很不舒服了 女子反覆強調自己很不舒服 黑衣男態度強勢大聲回嗆 對啊 我們就跟你說拜拜 對不對 你今天錄影我們會怕啊 即使女子拿著手機錄影 男子也放話 沒再怕 那能不能以後不要再這樣做 求求你啊 我幹嘛啦 你對不對 我們要不是跟你直接跟你講 我們不是說每次看到你 我們 所以我拿你沒辦法啊 我們是不是跟你跟別人講嘛 那他看我怎麼辦都不要再來了 那你不要走這條啊 跟我什麼事啊 雙方瘋狂互嗆 就是沒人肯低頭 我已經被喊過大概四五次有了吧 真的很不舒服 好笑耶 我怎麼沒看過你呢 我沒有再跟你說話 一整段對話全都在互嗆 但沒有交集 事發在9月19日 桃園壽商街某汽車美容店 有男店員疑似長期言語騷擾路過女子 每次都發出奇怪的狼嚎 還總是說拜拜 一名自稱三個多月都經過的女子 不堪其擾上門溝通 結果與員工互嗆 最後不歡而散 造成對方的誤解 或是說我們的行為都不當 那我們再次珍重做一聲道歉 由於警方沒有接獲報案 因此無法處理 至於是否真的是騷擾 還是打招呼引發誤會 恐怕只有雙方心理才會明白 記者劉志展王陽桃園綜合報導 你幹嘛打我 你這幹嘛還要抓我耶 貴哥與顧客被貨公司內扭打成一團 你要幹嘛來啊 來啊 幫我報警 你動手打人 媽呀 化妝品專櫃前一路纏鬥 逛街民眾驚嚇閃避 幫我報警 你動手打人喔 你才動手打人 你才動手打飛過去看天氣氣 只見貴哥猛一揮拳 把男顧客狂毆到地噴飛 顧客嚇得不斷後退 貴哥步步進逼坐視攻擊 怎麼也想不到 來北市中山區知名 百貨逛街慘遭化妝品專櫃的貴哥動出 白先生表示他四月逛百貨時 只是跟其他女性顧客搭話要IG 但這時完全不認識的貴哥 竟跑出來動手狂毆 當下立刻報案提告 但他控訴在敗貨內受傷 業者卻不聞不問 既了純正性函也沒用 彼此是可以照 蕭爸爸第五十一條 請求五倍以下的損害賠償 身上的傷雖然復原 但被打至今惡夢連連 得看身心科治療 逛街糟毆也不能媚 但貴哥也有話說 女客人就跟我說 她一直搭戰她們 我就請她離開 她守我一個宗旨 反過來抓我的手 我當然要自我防衛 我只有做一個防衛的動作 我並沒有揮擊她 貴哥事後也提告公然 侮辱及傷害知名百貨 上演全武行貴哥 顧客隊部公堂 都要靠司法套公道 記者楊潔 洪玉蘭特別報導